你听说过租妻吗? 在泰国的大街小巷,常常能够目睹这样的场景 一位欧洲的退休男性亲密地牵着一位年轻的泰国女性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极大 看起来既像是老夫少妻,又好似一对情侣 然而,又存在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之处 因为年轻的女性会对男性表现出绝对的顺从与听从 这就是泰国独有的租妻现象 而这些年轻的女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黑珍珠 有些旅游团为了能够提升业绩 竟然将租妻这样的项目堂而皇之地放置在宣传册之上 进行大肆地宣扬 甚至那些小小的广告都显得格外露骨与直白 上面写着 你是孤独寂寞的男子吗? 来泰国找个女孩子做老婆 尽情享受快乐吧 而这种乍看起来荒诞不羁的行为 在泰国却是极为普遍地存在 故而被人们戏称为男性的天堂 但在这所谓的天堂背后 却隐藏着犹如人间炼狱般的真相 那么 泰国租妻到底是怎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呢? 首先 租妻在泰国已然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产业 这一现象最早可以追溯至越南战争的初期阶段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样的 当时有一位美国大兵在巴提亚 借宿于一户泰国夫妇的家中 他竟然对这户人家的妻子产生了寄予之心 于是趁着家中丈夫不在的时候 强行与这位落单在家中的妻子发生了亲密行为 事后 不料被回来的丈夫所发现 然而美国大兵却并未太在意这位丈夫的感受 而是自然而然地从脱掉的衣服口袋中拿出一笔钱递给了这对夫妇 而这对夫妇竟然对此极为满意 尤其是丈夫 他从中察觉到了一个全新的商机 随后便将自己的妻子定期出租出去 以供驻扎在巴提亚的美国大兵的满足需求 后来 随着这位妻子的名声大噪 当地的村民们纷纷眼红 开始纷纷知己贪慰 让美国大兵们前来享用 甚至连距离巴提亚村落很远的家庭 也跑来与当地村民分一杯羹 更未甚者还将一些未成年的女孩也送入了狼口之中 这种租赁形式的妻子也渐渐地有了雏形 直到美军撤退之后 伴随着泰国旅游业的日益增长与繁荣 租期行业也逐步走向了正轨 发展到如今 租期文化产业已然成为了泰国当地旅游业 正规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租期的火爆也吸引了众多外来的游客 先来简单阐述一下何为租期 说白了租期就是花钱去购买一个老婆 在服务方面 这位妻子需要完全遵循妻子的义务 甚至在白天还会与租赁自己的丈夫一起 充当导游进行批办 虽然听起来与被包养的情人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那就是被租赁的妻子是不能与丈夫进行顶嘴 一切都必须要听从丈夫的安排 妻子除了对金钱有需求之外 也没有额外的特殊要求 价格都是明码标价 是多少就是多少 而正是这种能够让人感受到 宾至如归的服务 使得泰国租期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打响了人生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分支踏来 尤其是那些欧美国家的退休老人 他们怀揣着数额不少的退休金 打着旅游的幌子来到了泰国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女孩来做朋友 因为相较于欧美国家的高额开销 泰国的消费水平是非常低的 这足以让他们尽情地享受年轻女孩所带来的快乐 再加上泰国的租赁妻子服务是十分人性化的 可以租一天 也可以租一个月或者一年 只要雇主丈夫喜欢这位妻子 就可以租赁更长的时间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直接结算完钱款 让他离开 像这样省时又省力的 妻子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非常喜爱的 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 只要花钱就能够享受到这种宾至如归的服务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最后不得不说 参与这种带有性服务性质的行为 实际上就相当于在无形之中认可了人口拐卖和对女性的物化 更是变相地加剧了社会底层人群 本就凄惨黯淡的人生苦难